谁不喜欢春天呀,那个绿意匆匆,缠声鸣鸣,花开得轰裂又充满希望的季节。 可我今天忽然决定喜欢这个潦草的冬天。 小怪兽日记,那人隐在黑暗中,高大的身影,有些懒散地陷在沙发里,还是那件棒球外套。 只不过在里头加了件灰色的薄线衫,声音透着疲倦,等我干什么? 孔沙迪握着话筒,目光瞟了眼钉线,又吼,谁知道呢,我们线线就是这么迟。 话筒被钉线匹手夺过,就着昏暗的灯光,狠白了孔沙迪一眼。 孔沙迪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,忙掏好事地去抱钉线的胳膊,小声讨饶,我错了。 姐,你打我吧。 钉线拍开她的手,不理。 孔沙迪不依不绕扑过去,没一会儿,钉线抵不过她这粘人劲儿,没一会儿两人又抱在一起咯咯笑,就听钉线一声无奈的,看以后谁受得了你。 宋子齐转头看和眼休息的周思月。 不唱? 周思月累得不行,下意识摇摇头。 宋子齐笑了下,也对,你还是别唱了,容易掉粉。 周思月象征性地踹了她一脚,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,人是真累。 包厢里,忽然有人喊了句,邓婉婉,你的歌。 邓婉婉走过去接了话筒,站到周思月边上,开始搅柔造作的清嗓子。 这歌好久没唱了,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感觉。 孔沙迪下意识递了个眼神给丁线。 有人开始表现了,你再不抓紧点。 丁线心里那个气,我表现啥呀表现,我唱歌这熊样。 没经过这种KTV,丁线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唱歌好不好听。 小时候夜晚闲让她在亲戚朋友们表演过几次,具体反应已经记不清了。 反正后来过年,就没让她再表演过了。 上了学,她也不是爱表现的人。 音乐课都是大合唱居多,更听不出自己的水平。 她一摊手,酒,啊?喝两口,壮壮胆。 孔沙迪从边上捞了几瓶纯度最低的啤酒,不放心地递过去,就俩口。 俩口瞎肚了,丁线抿了抿,咦,还挺好喝的。 她拎起啤酒看了看,又喝了两口。 等孔沙迪点完歌回来,半瓶啤酒喝完了,丁线仍在意犹未尽的添嘴唇。 行了,别喝了,我给你点了手孤单北半球,好好唱。 邓婉婉唱歌确实好听,在她唱完之后,所有人都起哄,让她明年赶紧参加十佳歌手去。 邓婉婉羞红着脸说了句,现丑了。 目光却始终朝着周思月的方向。 丁线拎着酒瓶,眯眯眼,又仰头灌了一口。 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,记得把想念存尽铺满,我望着满天星在闪,听牛郎对之女说要勇敢。 一曲唱完。 众人。 丁线放下话筒,酒精刺,筋墨烧神经,她兴奋地问孔沙迪,好听吗? 孔沙迪扯扯嘴角,挺好听的,就是可能没在吊上。 丁线把剩下半瓶酒全部一口气干了。 疯了,世界都疯了。 周思月醒的时候,差不多结束,人还没醒透,正抓着头发醒神的时候, 怀里被人塞进一软绵绵的东西,下意识要推开,就听孔沙迪两手一回, 兼具又光荣的任务交给你了,拜拜。 手还停在乌黑的发间,一脸茫然地低头看怀里的人,待看清之后, 气得手掌忍不住在她脖子外圈了圈,掐死算了。 凡人惊,丁线看着她呵呵乐,娇滴滴地眼散着水光。 她手掌吁吁,在空中停了两秒,直接一掌拍在她脑门上, 泄愤似的,笑屁。 拖走。 长街上,行人三两,树木静敲, 月光在地面上铺了一层轻盈的羊毛毯,泛着光的湖面早已结了冰, 像是撒了一层碎银,在这黑夜里发光发亮。 少年走在前面,只穿了件单薄的灰色线衫,两只手抄在兜里。 少女披着她的棒球服,跟在后面踩着她的影子,左一脚,右一脚,踩得不亦乐乎。 周思月。 丁线忽然叫住她,前方的人停了步子,没回头,干嘛? 她蹬蹬蹬跑到她身前,仰着小脸去看她眼睛,那是双比月光还明亮的眼睛。 差点把她吸进去,她定定神,借着酒精问她,你为什么这段时间都不理我? 她在服软,那是她第一次为她的骄傲服软。 她忽然低头笑了,瞥开眼,看向别处。 我哪儿得罪你了? 她又追问,你没得罪我,就是烦你。 周思月随意地说,哦,丁线低下头,似乎没话要问了, 失落地垂着头。 还有要说的吗? 见她不再说话,周思月微微皱了皱眉。 眉,还没恭喜你呢,进北京队了。 她强烟欢笑,想要拍拍她的肩椅子鼓励,告诉她,少年,狗富贵莫相望啊。 却发现这人站得跟个雕塑似的,没什么表情,也没了开玩笑的心思。 还有别的吗? 鉴于周思月身高的优势,丁线莫名感觉到了一阵压迫,胸腔透不过气,憋着一口气,她鼓了鼓嘴,还有,新年快乐。 嗯,没了。 冬日夜晚,冷风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刮着,丁线猛绝鼻尖一凉,她下意识伸手摸,指尖湿润,下雪了,她抬头望了望,月光下,银白的雪花正一片一片落下来。 对面的少年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腻着她,几片雪消融在她乌黑的发间,平添几分安然。 酒一上头,她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大胆且疯狂的想法。 我大半夜从训练营翻墙出来,就让我听几句新年祝福,是不是亏了,周思月忽然停住,笑意融化在嘴角,因为话音未落,被一声极其轻微的波给代替了。 连树上安眠的虫子都惊掉下树枝,趴在地上不知所措,正如此刻对面少年的表情。 丁线极快地垫着脚尖,在她脸颊一侧,轻轻碰了下,确切地说,其实没碰到,隔空吻了下,很快退回原地,笑意盈盈地看着她。 我舅舅说,这是贴面里,能给人带去好运的,比新年祝福管用。 周思月憋了三秒,看着她,挤出两个刻板的谢谢。 丁线低头,忍俊不惊。 在抬头时,两人目光对上,嘴角皆是带着一抹未明的笑意,又同时低回头,收拾情绪。 谁不喜欢春天呀? 那个绿意匆匆,缠声鸣鸣,花开得轰裂又充满希望的季节。 但她今天决定喜欢这个潦草的冬天。 过完元宵就正式开学,刘江重新排了座位。 孔沙迪不知道用了哪门子腰法,竟然让刘江同意她跟宋紫棋坐一桌。 而鉴于她跟周思月的成绩在稳步提升,刘江并没有给她和周思月换座位,还特意提醒她,跟周思月多学学数学。 丁线满口应下,冲着您这份心意,我也得好好学啊。 四人小组再次聚齐,孔沙迪冲她一眨小眼,满心欢喜,丁线也打从心眼里为她高兴,掏了个媚眼回去,结果被人当然赏了个暴力。 丁线吃疼,气得直瞪始作俑者,周思月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,随手从书桌里抽了一本书出来,翻开,头也没台问,想好了吗? 读文科还是理科? 听见这话的孔沙迪顺势转过来,说,你干嘛关心我们,线线读文科还是读理科? 周思月,我看你是刚换过来,就想回去了? 孔沙迪切一声,不屑一顾,班头都同意了,你难不成还能把我换回去? 周思月低下头,重新翻书,漫不经心道,我跟班头说你坐我前面影响我学习,你看他换不换你回去? 然后丁线见到了有史以来变脸最快的表演,孔沙迪对着嘴唇做了个拉索的动作,飞快地挤出一抹殷勤的善笑,我哪敢打扰您学习,耽误您拿金牌,我就是烟三的罪人,以后您老说话,我保证一句话不说。 周思月得逞,得了,退下吧。 学期过了大半,丁线才得知一件事,周思月在东令营的时候被处分了。 这件事还是孔沙迪告诉他的。 处分? 孔沙迪抿着嘴唇,一脸心痛地点点头,你可憋住,这事本来是没人知道的,周思月谁也没提,是那天和新闻跟时班的人说的时候,被讲成听见了,说周思月在东令营的时候被处分了,集训成绩似乎受了影响。 杨威涛都为这事儿气了周思月好久。 因为什么? 孔沙迪迪下头,那天我过生日,结果回去的时候,不知道哪个王八独自举报给老师,给抓了个正着,要不是杨威涛给他求情,那老师当场就要他回家了,集训都没办法参加。 对不起,你别打我。 结果两人正八卦,被当事人听了个正着,周思月不知道从哪儿抱着球过来,一掌按在丁县后脑勺上,越过他,头也没回说,别八卦了,赶紧回去写题。 回到教室,丁县几次欲言又止,都被周思月看在眼里,他笑了下,别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,我还没死呢。 呸呸呸,他连吐了几口,你说话能不能忌讳点? 他毫不在意,人要是这么容易死,还会有这么多杀人犯。 行了,我没事,而且,我也没后悔。 周思月说这话时,目光正盯着他。 那时候,丁县无法跟他直视超过五秒,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,总觉得他的眼神饱含各种深情,一下就把他吸进去。 他别开眼,低头洋装看书,会不会影响你进国家队啊? 周思月转回头,一边转笔,一边低头翻卷子,不知道。 丁县不知道他的这句话是真心里没底,还是故意不让他担心才说不知道的。 后来,杨维涛不断来找过周思月几次,意思是想让他去找那位老师多聊聊,顺便送点东西过去,都被周思月拒绝了。 他始终坚持让成绩说话,但是杨维涛是特别清楚,为什么去年许科拿了满分都没进。 有时候国家队的考量,不单单是从分数上,还有学员的各方面素质,加上今年的学生都特别强势,有些都是从小学就开始走竞赛了,奋斗十几年,就守着为了这临门一脚呢。 高一结束时,丁县提交了文理分科表。 孔沙迪紧随其后,两人看着对方手里的文理分科表,相视一笑。